内宇宰出七大瓜 称刃打胎 彻底封杀 赵露丝痒扬复合 丽兰迪劈腿陈兴旭 王凯马上就要量 胡连信被封杀 黄景瑜甜柄失败 顶流歌手恋情备胎 娱乐圈的风云变幻 总能在不经意间掀起波澜 当王凤新歌发布的消息传遍网络时 另一场风暴却悄然降临在几位明星身上 其中有一位曾经的顶流偶像 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蔡徐坤风波升级 蔡徐坤在沉默了数日后 终于就近期沸沸扬扬的堕胎传闻做出回应 然而这份回应并未能平息网友的质疑 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争议 网友质疑其回应避重就轻 为正面回应关键问题 让事件愈发扑朔迷离 与此同时狗仔队也不甘示弱 预告将爆料蔡徐坤的另一段感情经历 然而在爆料前夕 蔡徐坤团队迅速辟谣 并报警处理 这一连串的操作虽然迅速 但其中的疑点却让人难以忽视 照片的来源 报警的时机 律师的委托等细节 都让人对蔡徐坤团队的公关能力产生质疑 在这场风波中 蔡徐坤的粉丝们纷纷站出来为其辩护 但外界的质疑声却愈发强烈 网友纷纷指出 蔡徐坤团队所展示的证据疑点重重 难以令人信服 而蔡徐坤本人在事件中的沉默和回避态度 更是让网友对其感到失望 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 蔡徐坤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其参与的综艺节目被延期播出 相关视频被下架 代言品牌纷纷纷解约 李兰迪劈腿陈兴旭 又爆料说李兰迪和陈兴旭在一起了 俩人因戏生情 在一起拍戏的时候 李兰迪就经常跑到陈兴旭的房车上去 还被狗仔拍到过 李兰迪目前和张新成在一起 如果真和陈兴旭谈了 那叫劈腿 不过这个瓜是假的 俩人合作的时候 小儿应该辟谣过这对 陈兴旭是那种比较好合作的艺人 听照顾搭戏女演员的 所以确实比较容易因戏生情 虽然扎是不扎 但谈恋爱讲究个逆情我愿 人家李兰迪和张新成关系还挺好的 陈兴旭没必要去掺和一脚 这俩人没啥关系 就是合作的时候比较愉快的同事 现在来往不算多了 一人拍戏的时候 就像临时组成了个集体 和集体里的小伙伴说说笑笑都挺正常的 李兰迪去陈兴旭房车 就跟去朋友家串门差不多的意思 但杀青以后小集体就散伙了 目前都是各忙各的 没有交集了 丽兰迪和张新成还在虐恋当中 时不时的甜蜜一把 又时不时的炒个假 黄景瑜在线甜饼 黄景瑜在综艺里演了次反派 然后底下各种甜饼 希望给黄景瑜一个好的反派本子 说他一定会出彩之类的 虽然是粉丝诉求 但黄景瑜目前确实挺想接点不同类型的本子 他现在戏路很固定 只有阴汉本子 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琴一色的硬汉 各个兵种都要被他演了个遍 这种角色原来还挺吃香的 原来只有欧豪和黄景瑜是这个赛道的年轻艺人 但后来出了个风神质子团 都是差不多的类型 所以黄景瑜自己的市场也受到影响 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 路易走红以后因为长相太端正 要么演一身正气的好人 要么演小白脸 想演性格复杂点的角色压根没人性 这也是他后来慢慢没戏拍的主要原因 演员戏路被限制还是挺危险的 所以黄景瑜私下在接戏的时候也会有意 去找些自己没尝试过的本子 不过目前没啥戏 来的都是硬汉本 赵露丝 杨阳有可能复合 赵露丝最近宣传自己成为 把李奥运会火炬手热度还可以 正好杨阳也当过李悦奥运会火炬手 不知道点亮了CP粉什么课点 又开始课这队 但这队肯定没啥可能 杨阳和历任前女友都没有下文 之前杨阳于人节战姐团建发的王楚然 小心 宋茜 赵露丝 张天爱都是啥意思 大家应该能get到吧 所以杨阳和她们都没啥可能了 不过杨阳和赵露丝没有闹白 两人关系好的时候 杨阳对她还挺大方的 现在俩人也是保持友好关系 只不过会保持距离 不会明面上有什么互动而已 这个奥运会说高大上 也确实挺高大上的 但对于艺人来说 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资源 申请的人很多 但总得来说赞助商推荐是个大的加分项 还有一些工艺项目也可以加分 越高大上的越好 赵露丝还当过奥林匹克少年形象大使 能拿下火炬手对赵露丝来说并不算特别难 2016里约奥运会 杨阳还有国彩杰都是火炬手 国彩杰现在也没有说多有光环对吧 胡连心被封杀 最近胡连心的瓜虽然很大 但一直上不了热搜 有小伙伴问是不是被背后的资本保了 而且还有品牌发了胡连心的口红推广 说他现在一点事都没有 这个不可能没有影响的 视频虽然没有在互联网流传 但据说是很多业内人士都收到了一份视频 明显有人要整他 意思就是这个演员作风有点问题 大家别用他 这笔直接封杀他还要狠 不可能没有影响的 现在没谁知道小胡的具体状况 想来也不会好的 牙热度这件事不是女方在做的 是男方这边做的 毕竟他资源这么多 又都是大制作 耽误了哪个都有一串的投资人要跳脚 所以就把热度压下去了 对小胡来说是个好事来的 参考景田事件 只要视频不流出 熬一熬还是能出来工作的 毕竟对方可以龌龊 但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鼻死他 破罐子破摔把所有事抖出来 完蛋的肯定不止女方一个人 他的资源肯定是受到影响的 本来公司要好好捧他的 结果先是高调恋爱曝光 本来要冷一冷他 结果遇到更大的瓜 现在之前谈好的资源 也不确定能不能继续了 他本来有个和张静怡一起合作的剧 他演张静怡的女儿 现在应该要黄了 王凯偷睡漏睡后续 之前同卓工作室提下 郭涵发疯要举报一堆人 这里面最出名的就是王凯了 但目前又没动静没下文了 有小伙伴问起这件事的后续 没啥后续确实是去举报了 但没有下文 和松祖儿那种不一样 王凯这个没实锤证据 而且都是比较早以前发生的事 有关部门接到举报会核实 但如果没有实锤 就不会把通报告知公众 没有后续就是没有问题的意思 圈里经过好几波补税潮 大家知道的算比较明面上的一波 实际上只要不是像某轮 维亚那种 几次三番让步都补不到位的 是不会有通报的 人家有关部门没这么闲 也没这么狠 你老老实实把该交的钱交了 态度好一点 不会断了你生路的 现在的口红一哥和维亚 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但人家就非常老实 该多少就多少 不就没啥事吗 后面翻车停播 那是另外的事了 王凯现在还可以 通着工作室举报他的事 当时他挺生气的 但工作室说没问题 他就也没过问了 诺倩在谈新剧了 事部年代剧 他现在谈的项目都是这种的 篇正剧 偶像剧已经不太接了 而且一年也不会多拍 个人时间比较多 王飞梁龙谈过 歌手2024第一集播出了 二手玫瑰的一手耍活 引发了网友争议 弹幕骂声一片 热搜也上了好几个 短视频平台各种寒碜 二手玫瑰的 同时 梁龙的滚圈 叫母黑粉俱乐部微博群 却行进来不少成员 二手玫瑰乐队的微博粉丝数 也从节目播出前的72.1瓦 增长到了72.2瓦 喜欢梁龙的人 天天嘴里面说着 每30年精神病是 谁看伟大的二手玫瑰 骂他的评论更有意思 说二手玫瑰是果宴上 混进了东北蘸酱菜 草莓音乐节挑战格莱美 有一说一梁龙确实是有才华的 不然王妃当年也不会和他在一起 说到这 肯定很多小表辈都不知道梁龙跟王妃还有一段吧 毕竟这俩人哪跟哪都不挨着 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不过二人谈过也不是不可能 王妃的前夫窦围 本身就是中国摇滚的先驱 王妃也许就被二手玫瑰别具一格的音乐 吸引了一下下呢 而且后来梁龙在梁欢的节目上承认 他与王妃这段情只能算作污水 姻缘 也有网友笑称 王妃只是空虚寂寞地约了个炮 梁龙却以为自己恋爱了 请开启发